学的会用得着的下场菜 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做黑椒牛栏 切好了牛栏 冷水下锅 开大火焯水 雪木刚刚出来一点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撇掉它 等到水完全煮开之后 再把雪木撇掉 这样焯出来的肉 就会非常的清爽 焯好了之后牛肉盛出 然后我们将牛肉 再次倒入清水中 加上葱姜 料酒 大火煮开之后 盖上盖 用小火炖一个半小时 好了现在炖好了 现在炖好的汤就特别的鲜 加上一点盐就已经很好喝了 先舀出一些肉 用来做今天的黑椒牛栏 再舀上一小勺牛肉汤 我们来调一个黑胡椒汁 牛肉汤里面加上黑胡椒粉 蚝油 生抽 盐 白糖 鸡精 搅拌均匀 准备一些洋葱和青红椒 锅中倒油 先下入洋葱切红椒煸炒 炒到辣椒微微的发粘 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盐 给辣椒入个底味 蔬菜炒到断生 盛出备用 锅里面再倒上一点油 煸香 姜蒜片 姜蒜片炒香了之后 下入调好的黑胡椒汁 开小火把黑胡椒汁炒到粘稠 接着下入牛腩 用大火翻炒一分钟 然后把炒过的蔬菜回锅 再次炒上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的简单 好了 装盘 一道非常好吃的黑椒牛腩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睡一试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首先还是点�� Bref 顶到达 每天下期见 最后就知道 下期见 部阳 那边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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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